大家好 欢迎收看专口2.0视频教程 我是杨杉杨 我们这次课要用前面所学的知识来实现 点赞这个功能 前面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阅读 阅读数对吧 还有评论这个功能 那不是很多人都会看到一篇博客 他就会评论他如果喜欢的话 他可以点个赞 对吧 这是我们要实现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大家在 其他的社交网站上都会看到比较多 就是这个赞 那这个我们要想一下他怎么去设计他 首先我这里就写了三点 那像这个博客他本身可以点赞 那那个别人的评论还有回复 这些都是可以点赞 对吧 那同样他除了可以点赞之外 他还可以取消点赞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功能 还有另外第三点 我们一篇博客或是一条评论 我们可以看到被点赞的这个数量 对吧 这个也是需要的 这么说有点错下 我课前做了一个示例 好像这里 那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我们前面写的这个阅读数跟评论数之外 他还有个点赞的这个数量 那我们进到这里边 那他这里是零对吧 可以发现这里是可以点 那么点一下他就变成 加一对吧 然后这个变成红色 不要记得我们这个引擎是点赞的了 那如果自己觉得我点错 可以再点一次 他就取消了 好 下面这里 同样这里都是可以显示 点来点去 这里是回复 这里是这个评论 那么大概就要实现这个功能 好 回到这个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要想一想 呃 我们这个功能怎么去实现 在专口里边 他实际上最核心最基本就是这个模型 模型是记录这个数据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个web网站 上面这些相关操作 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基于数据的 例如我一个点赞的总数 这个数量他会保存到数据口对吧 还有那个标记 或当知道当前他是否已经点赞了 他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数据已经保存的了 那么第一步就要开始想我们这个模型怎么去创建 好 仔细研究我们这里是三个东西 可以简单看出第三点点赞总数 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模型 那总数这个功能他这个模型就可以实现了 然后前面这两个 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模型 第二点这个取消点赞是针对第一点来说的 第一点我点赞过了之后 我们可以再取消对吧 那么可以只看第一点 这个 对博客评论回复 那这个有个被点赞这个对象 同样他也要用这个content type这个类型对吧 好 那如果我对这边博客进行点赞 那要记录过这个user这个信息 那如果有被点赞对象还有user这个信息 那我就知道他对哪边这个博客或是哪条评论进行一个点赞 那如果我不想点赞我就把它取消了 那取消我就把这个数据给删了就行了对吧 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好 那么这样子我们可以来创建一下 呃先推出这个 关掉的我们这个客气演示 好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项目 嗯 在这里最好是创建一个这个新的app 呃因为我们这个点赞功能 它是比较一个独立的一个功能模块 他可以加到哪个这都可以对吧 呃他可以对这个博客点赞 也可以对任意的信息点赞 所以我们就执行这个 star app 创建一个x这个模型 这个app好app创建完毕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x的里面的models 我们进行创建 好 首先第一个刚刚说的 我们要创建一个这个点赞的这个总数 那这里他要对任意类型 需要content type对吧 嗯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所学的这个content type 我们可以直接可比前面用到这些知识 好 还有他对应的这些指段 这三个是描述这个content type 另外呃这个被点赞这个对象有了 那他要记录一个这个 因点赞这个数量 好 这个就设置为这一 因数据跟数值这个类型 默认数量 默认数量设置为这个0 好 我们还要记录一个具体的点赞记录 对 对哪个对象进行点赞 谁对哪个对象进行点赞 好 那这里就有这个 谁对吧 那这个user 那这个user我们要引用到这个user这个外件 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个给他引用进来 这是我们要引用的指向这个user这个对象 好 把这个给他给我过来 粘贴 呃 这里我们不需要这个relate name 当然你也要加这个也是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模型里边 他只有这个一个user这个指段 他这个不加 他不会引起那个冲突 好 第二个他要 保存这个被点赞这个对象这个信息 还有第三个 实际上 呃 也没有其他的了 也可以保存一下这个 嗯 点赞的日期 好 这个是 daytime 费 我们就设置它是自动停加就行 当创建记录的时候 我们换一个顺序 把这个放到前边 把这两个字段放到下边 保存一下 那么这个基础的这个模型 这两个已经创建完毕 好 我们在这个注册一下这个应用 嗯 settings里边 注册 这个 这个app 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签移数据库 make my gracias 好 这里之所以有很多是因为我们上次课把这个外键它那个 设置了on delete那个属性 所以它有跟着一样改变 那么在应用这个签移 make migrate migrate 好 签移完毕 呃 这个lux它已经 对这个数据库进行签移同步一下数据库 好 好 那么我们做到这一步 下一步该怎么办 嗯 如果大家是没什么经验 可能这一步就嫩了 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 毕竟从无到有这一步是属于一个创造的过程 这个 是有一个 难度的这个跨越 从0到1 一个图片 那这里我就有一个建议 我们设计好这个基本的模型之后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前端入手 我们前端大概要做成一个怎么的一个样子 那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前端就有个显示它那个点赞数量 还有那个下面有个可以按的点下它就是点赞 再点下它就取消对吧 然后这里到肯定会涉及到一些 呃 请求对吧 那么有相关请求的时候再回到这个后端 去写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理方法 写完之后再看一看 完善一下这个前端的一些代码就行了 这个是相互交替的一个过程 那么既然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情况页面下手 好 呃 先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Block 那个具体的这个 detail 这个 我把页面 首先我们要在这里加一个这个 刚刚下边有一个那个点赞或取消点赞那个按钮 好 我们加在这个 博客的内容的后边 然后这个上下一篇这个前边 好 这里我加一个division 嗯 division它的名称叫做 这个class叫lag 好 在这里边 我大概是要加一个这个 大拇指那个图标 呃 因为我这里用到boostrap这个 写实框架 而不需要有提供一些这个字体图标 我就可以直接copy这个来使用 好 用spend标签 spend标签 把这个东西写个点打进来 那这里写个点 呃 再按tap 键 这是 subline 一个快速一个输入 好 那这样就是有那个点赞的图标 另外 呃 我们这里要显示一个总数 呃 这个总数我们还没有办法得到 那么我们先写个0 然后再写个数字 喜欢 嗯 这个总数我们可能会 等一下做一些改变 那刚刚是从0变异 他有个改变 那么这里我们最好有一个东西给他包起来 好 用一个spend标签 然后他设置一个class 给 这class是方便我们去找到这个位置 进行一些其他的改变 或者是做些什么其他事情 好 那么这里先写个0 然后这个喜欢这两个字 我们也用个spend标签来包起来 喜欢 好 保存一下 那么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页面 大概做成这样子了 呃 这里我们启动一下本体服务 好 呃 打开我们这个 具体的博客页面 进到这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希望在这里对吧 呃 这里应该是黑色的 我们那个 有缓存 我们按shift加f5 因为前面我这里做了一个例子 把它变成了一个蓝色 好 之所以变成蓝色 因为可以看上去 它好像是一个差点接 可以点的对吧 那我们这里要写一些写实的样式 以及刚刚这里 最要是稍微的隔开一点点 那这个页面是在博客页面 我们写一个写实的样式 是找到这个博客里边的这个 博客css 好 首先先把这个近距给拉大 这是这个 博客内容 一边这个地方 我们加一个margin voterm 这个下边距加一个rem 这个高度 好 另外 我们要对这个一整个 这个division 把它变一个颜色 好 division 当然大家写些ss 如果不太习惯写前面这个div 的话也可以把它给人去了 好 设置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最好是跟我们这个超连接的颜色一样 那f12之后我们把这个 定位一下 它是一个a标签 它的颜色是这个 好 那么回到这里 粘贴一下 另外它有个可以点的 那是设置这个cursor 设置为monster 还有一条css 要设置设置 设置div 呃 display 呃 division 它默认是这个 block 这个类型 对吧 呃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设置宽度 会它会撑满 宽度会撑满这个页面 它有一整条都可以点 这个 不是可以 不是特别好 呃 我们加一个叫做 inline block 这个 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先看一下 呃 shift f 强制刷新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对吧 鼠标要上去有个锁形这样子可以点这个感觉 另外这个位置可能稍稍有点这个偏 偏左对吧 那我们填充一下这个那边去 pending 呃 上下这个我们可以调一个0.5em 然后左右我们可以调个0.3em 呃 这是我课前已经 呃 做得差不多一个样子 嗯 好 那么我们对同一个地方进行一个 呃 点完之后它会变成红色 这个是做了什么操作 这个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这个更改 它那个样式一个操作 我们定位到这个地方 呃 尤其是这个这个账这个地方 这个span 那如果我们是被点账 我们可以改这个color把它改成是红色 我这是呃 他这个也是比较 不会太浅眼的一个红色 呃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鞋子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例如像这里如果它是被点赞了 我们可以加一个 active 这一个class对吧 然后这个active active这个class 我们就里面设置了一个颜色 那如果是需要点赞的话 我们这个class不要写active 把这个丢了 它就变成了之前来的蓝色 那么我们指向 如果它有点赞 我们把它加一个active 它就变成红色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 要给这个协调active 好 它肯定是这个like里边 嗯 这是这个 点赞这个文字 点赞文字我们可以 它是包在这个like里边 那我们应该是加一个空格 说 点active 表示这个class 这个class 好 我们设置个颜色 color为这个 红色就行了 这个我们等下才会用得到 好 先保存一下 那么我们要先实现这个division 它点完之后是有效果 那点完之后有效果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 呃 事件 点击事件 这个ongrade 里边我们再写这个 对应的一些操作 一些JS代码 或是JS代码 都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 当我们点到这个division 这个元素的时候 它会触发这个点击 这个事件 好 里边我们要写一个一些代码 这个 要让它实现一个 如果没有点赞的时候 它变成点赞状态 并且总数加1 对吧 那如果是点赞状态下 那么就要取消点赞 并且总数减去1 这个操作 那它这个操作会比较多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这个方法 一个function 那么这个 在这个地方调用就行 那么这个方法可以写到这个下边 好 我先把这个大码给它锁净一下 嗯 我们可以写到这个位置 function like 嗯 因为我们这里点是多个地方 它可能有两个操作 一个是 点赞 一个是取消点赞 那么这个是包含两个操作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说明叫做like change就行了 它可能是 点赞或是取消点赞 而在这里 嗯 这个会涉及到这个点赞数量变化 对吧 那这个实际上这个数量变化是在这个 后台 用代码 跟这个数据库进行操作 那这里 我们要提交数据 给后台进行操作 那这里就有一个提交的过程 就发送一个请求 发送 跟他说 我要点赞了 你把这个给记录下来 或者是我要取消点赞了 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处理了 对吧 那这也就是一个 提交一个请求 然后提交一个数据 让后台去处理 嗯 这里我们要用一个adress 或者是叫做adress 这个一步请求 我们不要再刷新一面 我们一点他就 提交数据就行了 啊 不要刷新一面 那这里我们按照前面写的adress 这个东西我们进行写 代码好 我们 按照前面说的 首先他这个请求 一个请求的地址 对吧 这个地址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后台 后台一面还没有写 不知道向哪个地址进行请求 那我们先控制 好 第二个 这个请求的类型 这个请求类型 可以用get 或者是用post 不过用post 呃 的话 那个 专口后台 他需要一个这个 呃 啊 c s 啊 这个 这个令牌 对吧 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个form 我们这里不是form标签 他那个自然用不了那个 他对应他那个生成 这个令牌的一个 模板标签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用这个get请求 好 就算用post请求也不是问题 也可以把那个 cc给他加进去 不过就会比较麻烦一点而已 好 那么这里还要写些其他东西 像这个data 要发送什么数据 对吧 好 它是一个 字典 这点我们先控制 另外 我们 是否是有好 虽然吗 这个把它设置为force 如果是受制作为错的话 或者是某种情况下的话 因为我们请求是同一个链接 那他会访为一个缓冲的结果过来 这个不是特别好 好 那他成功的情况 我们把它都写上去 成功有一个data这个数 嗯 这里我先 啊 好 那还有就发生错误的情况 请求不倒数据 呃 这里我们按按照前面那个写法就行了 差不多是这么一些 呃 那么我们这里其中页面就有个大概的样子 呃 那提到这里我们 因为后端的东西没写 所以我们这个链接无法写也不知道怎么写 那这里我们其中因为可以先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保存一下 等一下先把这个后端代码再往上下 再来晚上这个其中代码 好 那么这里我们要怎么实现一个刚刚说的一个点赞 这个操作 点一次赞 他就把这个记录给他记下 然后这个对应的数量给他加1对吧 呃 那这里实际上是对这个models进行 一个存储数据这个操作 呃 那这个操作有一个UR这个链接 呃 我们可以先进一个UR这个路由链接 那六有七好我们先保存一下这个文件 可以参考前面写的这些文件 我们直接过来直接使用 好 过来一下 呃 在这个 地方 呃 呃 这一个具体的方法叫做来圈 好 他那个 处理方法也叫来圈 但是我们这里还没有写 在边面也叫做来圈 啊 保存一下这个关键 另外我们这个加了是这个应用里边的 我们还要加到这个总的这个路由 啊 总的路由在这里我们把这个给他 扣备一个放这个后边 然后我们这个就叫做来 来 x 找到这个 x里边的这个URLs 好 我们这个路由配置好之后 呃 这个前段页面我们就可以去更新一下了 因为我们知道要往哪个地方发送这个请求 那这里我们用URL这个标签 呃 虽然这个用双一号 里边用单一号会舒服一点 呃 链接是这个 like change 这个链接 那么我们要发哪些数据 或者提交哪些数据到这个链接里边 因为我们是一个 标记文操作 可以回头再看一下这个models models我们添加记录 他需要这个 content type object id 这两个数据 对吧 他一个这个user 这个数据 当然这个user 这个数据 可以是他当年登录这个用户 那么这个可以通过这个request得到 我们这里就 不需要提交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要提交是content type 跟object id这个 他确定他所点赞这个对象 好 那么就在这个 html进行测试一下 我们至少要发送这个content type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我们还不知道什么还没写 没有空着 还有一个是这个object id 那这个地方 嗯 它是一个function 它里面也没有上线文也没有写这个content type 那么可以把这两个数据传进来 对吧 一个是这个content type 一个是这个object id 嗯 同样我们在这个 点击这个行为里面 我们加上这个 like change 这个方法 他里面需要一个参数 他这个类型是博克类型对吧 应该是这个block这个类型 然后他这个逐渐值 逐渐值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获取到这个block block.pk得到他的逐渐值 嗯 然而这个还不够 因为我们按照 请动页面这个设计 他点一下 或是再点一下 它是两 可能是两个操作 一个是点赞 一个是取下点赞 而这里我们没有标记这个任何信息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 找到这个division 里边 他这个元素 里面有没有个active这个元素 如果有的话 他说明他之前是点赞的了 那他点一下呢 就说明要取消点赞 对吧 那如果之前这里 找到这个active这个class name的时候 我们就说明他之前是没有被点赞 我现在登录这个用户 没有对这边博克 请点赞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是要一个点赞的操作 我们把它给他变红之类的什么都可以 而他这 加一个class name 或减一个class name 是比较简单的 那为了跟不其他混淆 我得要知道 我们要改到哪个元素 对吧 呃 这里可以把这个division 他本身自己 传递 给这个方法 呃 我们本身直接用这个list 这个作为代表 好 那么下边这一个位置 我们就需要加多一个参数 呃 叫 object 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位置 就可以提交一个数据 就标记 他这个行为 他这一次 他需要 取 取消点赞呢 还是要点赞 对吧 那我们就要判断 这个 objet 里面 他们要包含那个 Active 这个class名称 好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getElement by class name 这个方法 这是 Jagory 的 不是 这个JavaScript JS 他的这个方法 好 我们只需要找有没有这个 呃 这个元素 这个division里边 有没有这个Active 这个方法 呃 这个class name 那他这里如果有的时候 有的话 他给获取到他是一 至少是大约0的 对吧 那这里我们可以让他跟这个 0进行比较 如果他是不存在这个Active 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 要去点赞 is like 然后这一个参数 我们 传递 或是提交到这个请求方法里边 好 另外这两个信息 我们已经传递进来了 我们把它给他替换一下 好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请求 嗯 不管怎么能够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给他打出来 等一下方便我们去 呃 携带吧 那这里我们简单因为又告一段落了 因为我们这个 提交数据到这个 后台页面 呃 后台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这些帖的数据对吧 好 那么就需要我们在这个 呃 后台这个地方 我带是这个 猫豆子好 我们可以 这里有个bios 刚刚说的这个bios里边 我们访问一个方法就叫做lack change 好 request 首先 首先这里它是一个 呃 请求链接 那这里他可能有些数据 他没有传到位 对吧 呃 不过这个无所谓 我们可以先把我们所上传这些数据 都一一获取得到 那首先像这个content type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通过request 它是一个get请求 我们获取到里边的这个content type 好 另外一个有个object id对吧 object id 还有另外一个有个参数没有写 这个是针对我们这个模型而言的 因为我们这个模型 我们先把它给导入进来 呃 models 这个lib cont 还有一个是这个lib 呃 request 呃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lack 和lackrequest 它需要这个用户这个信息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呃 request 点user 得到 对吧 呃 这里 写少了一个参数 我们这里还提交了另外一个参数 就标记当前的状态 他是他要做哪个操作 对吧 对 is like 好 is like 我们先不用去想那些验证那些东西 我们先把这个 具体的那个逻辑那个代码把它给实现了 嗯实际上这句话我们可以放到前面一点点 好 好 我们首先是获取数据 其次 再处理这个数据 好 处理数据 所以我们要首先判断这个 这个 is like 它是属于哪个类型 但它是属于这个 处的情况下 说明它是点赞的对吧 啊 他想要点赞 那如果是foss或是其他情况 我们就认为它是 要去 需要点赞 呃 这里没有代码 我们先写一个补选一下 那这里这个逻辑 有没有一步步来 首先我们要点赞 我们要做哪些处理对吧 点赞 我们肯定要先把那个 呃 点赞这条记录给它记下来 并且这个总数加一对吧 那么现在是 创建或是获取 创建或获取那个记录 呃 我们可以用这个 呃 object 它里面有个get 哦 cariot 这个方法 里面我们再传入一些必要的参数 像这个 content tamp 我们要传入了一个 还有个object id 我们要传入了一个 另外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模型 它有一个user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 我们就直接把它传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之所以写这个get orcariot 它是一个简化的 比较简化的一个操作 但我们这些条件 如果他能获取到这个具体的对应的对象 我们就直接获取 如果获取不到的话 它就创建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这个反卫字 一个是这个like record这个对象 还有一个是这个是否是创建的 那么这里可以进行一个判断 以这个create 它如果是true的情况下 它是新增的 那新增的就说明它之前是未点赞过 如果它是不是这个创建的不是新数据 那说明之前的数据是有的 那它应该是已经 你点赞过 不能重复点赞 这是对具体的一个用户来说 每一个用户 他只能对同一个对象进行点赞 这是好疑问的 好 这里我们有些东西要一个去实现 先向这个地方 它需要一个具体的这个connect type 这个对象 那么把这个content type给应用进来 啊 con 取 auth models 啊 不对 这个是用户的 我们先用这个 content types models content type 我们获取到这个东西之后 这个对象 我们对它那个 保存数量这个字段进行一个加一的这个操作 之后再对它保存一下 那这个正常进行它这个点赞这个行为已经处理完毕 那如果它是一个取消点赞的 那么取消点赞得要先判断一下它之前的这个数据是否存在 我们可以用这个 呃 object filter 进行删选 我们删选这些条件可以用上面这些 对吧 它还包括这个user 好 它是否数据是否存在 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如果它存在它就是一个true 如果是不存在它是false 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写一下 那如果是存在那是正常的情况下 呃 有 点赞过 取消点赞 好 那这个取消点赞 我们那先把这条记录给它获取得到 呃 这里我脱个了 把这个端号给它拨备下来 粘贴 我们这里 只需要把这个变色get 直接去获取根据这个条件 它可以获取得到一个对象 我们把它给它 复制保存起来 like record 好 那么这个获取得到之后 我们把它这个删除 删除是用这个delete这个方法 好 删除之后 我们再 对那个点赞总数-1 这个操作 那这里同样我们要先获取到这个 呃 点赞 那但但这个点赞总数它是不一定是存在 我们可以用上面这个get和create的方法进行获取 好 那么获取 呃 这里要稍微做一个判断 如果它是 新创建的 新创建的 那就说明它这个数量为零 它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不能操作 那如果它是不是新建的 它直接获取 那么可以就对它这个进行一个 简易的操作 来 Dumper-1 好操作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给它保存一下就可以 而我们另外一种情况 那个是数据有问题 我们就不加 呃 先写一个等一下再进行处理 另外下面这个位置 它这个地方 它是 没有点赞过 呃 不能取消 或者就是说它已经取消了 那也不能再重复取消 好 呃 这个方法 这个逻辑执行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执行完B之后 要反为这个响应的这个 请党对吧 呃 我们请党是用这个 adjust进行提交的 那么反为就反为一个json回去 嗯 json我们 需要用一个东西 呃 from dryngle.http 导入一个json rest bounce 这个东西 好 那么成功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那么成功可以返回一个这个 顶站的数量回去 对吧 好 呃 这里我想把它给它 稍微封装一下 因为它用到两个地方 它实际上 所使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呃 成功的这个response 我们只需要传递 我们需要给它给的一个参数就行 好 好我们设置一个字典 我们单独分离开会写的比较清楚一点 不会混淆 好 这里最好给个状态标记下 成功 我们标记一个成功 然后再给一个这个数量 那这个数量我们可以传递进来 好 那最终没问题做我们访为一个json response 访为这个字 那么我们下边就可以直接写这个 呃方法 直接去访问就行 不用写太多东西 好 return 这个方法 我们只需传递 这个数量 这个数量我们已经更新了 我们先copy下来就行 好 同样的这个地方 下面取消点赞成功之后 我们也访为这个数量回去就行 这个这些有问题的这地方 我们可以访为一个错误的 那个信息汇取 对吧 好 那错误信息这里有很多地方 他也是需要一些字典 那么这里我把这个出信息给他报一下 报一个这个 error response这个方法 好 传什么数据 等下再写 因为现在不是很清楚 那首先 他这个错误类型可能会有很多 那这里为了一个标记 我们就加一个code 好 这个code我们可以传递进来 还有另外 当然看code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需要一个小小的描述 这个描述也可以传进来 这个消息 最后我们把它返回去 data 好 这里还要一个 基本的一个状态 他这个是属于一个错误的这种情况 好 那这里再把我们这些数据给他加进去 message 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写了 重复点赞 那我们这里就return 第一个我们写个code 这code我们简单写一个401对吧 402 因为等一下还要写一些其他 我们写不要402 然后简单一个信息 有我你已经点赞过 呃 这种情况 当这个我要检验的时候 他那个数据实际是为0 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是叫做是数据错误 data error 好 还一些判断验证 我们还没有处理 例如像这个地方 这个用户我们需要具体的用户信息 那这个用户他必须dl登录 对吧 那么进行一个验证 is user is host tk 呃 但他是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我们就防御这个出户信息 呃 这个我从这个0开始 好 you not login 你没有登录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验证的 他这个是否有这个content type 以及这个object id 他对应的这个对象是否存在 嗯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前面都写过一些类似的 好 这里我 或许得到一个model class 这个是通过这个content tap得到的 model class 好 那再根据这个model class 跟这个object id 我们就判断 呃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个model class 判断 如果他是出错 他会抛出一个错误 那我们要捕捉一下这个错误 呃 捕捉错误 我用try 我们前面都要写过 好 这里我们要捕捉一个 一个叫做object doesnode 这个不存在这个错误 呃 这个错误 需要我们把它给应用进来 嗯 这里在这个位置 应用这个db model class 好 把应用进来就可以 呃 但是发生这种作物类型的时候 我们就抛出一个 这个 返回一个 错误的信息 呃 对象是否 呃 对象不存在 hub object 好 嗯 另外 这个lack信息 他这里只用到一个 益处 那么直接 kobi过来 替换掉这个位置就行了 用里面的重复写很多东西 那么这个方法 已经写完这个逻辑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而且每一种这个情况 大多都会返回具体的数据 呃 那这个数据 它是作为一个字典 返回到情况页面 我们后端 写完之后又交替 写这个情况这部分 我们这个数据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体现得到 对吧 好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的演示一下 呃 这个已经重新了 那么这个页面我们刷新一下 呃 呃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没有登录 对吧 我们直接点 大会报一个错误 呃 这个错误是我这个前段没有写好 因为我这个方鼠的名称是 在这个 进来一面 方鼠的名称是第一名称这个likeChange 我刚刚这里应该是被我写错了 那这里写的写加了个下法线 把它给它替换一下 好保存一下之后刷新 有时候这个地方我打的打会打漏 好 我们再点一下 那他现在会提示一个4.0 里面有登录 这个信息 那么现在登录一下 那现在我们再点一次 呃 这里我们没有做任何操作 到这里防御是这个成功一对吧 好 那么这里刷新一下 应该可以看到 啊 这个总数 我们这里面显示 看不到 那么可以先把这个总数 这个数量给它显示出来 总数 我们大概是显示到这个位置 呃 这个总数 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前面说到 自定模式的表现 简化我们一些操作 好 我们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 新建一个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叫 template txt 这个位置也需要做一些操作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吧 把里面加一个这个文件 它变成一个报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我们先保存一下 这个叫做 laxtxt.py 这是一个自定 我把标签 它 得所在的一个文件 嗯 这个我们前面也有学到 我们可以直接copy一些东西过来 好 这里 有很多数据 我们直接copy小段 这两个 这两个我们先不需要 先把它给去了 嗯 这是最基本 这是需要的 而这里我们用到content tab 我们也把它拿进来 好 那现在我们要写一个获取 点赞的数量 然后我们这是要 传入一个参数 获取 哪个被点上这个对象 对吧 好 我们获取到这个content tab 这句话 都不需要我们写 已经写好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 like likecontent likecontent 这里我们没有引用 我们把它引用进来 from 上一层文件价里的models里面 likecontent 好 这里我们用这个 object 呃 这里他这个数据可能不存在 那我们用这个 还是用get or carry at 这个方法 这里我们需要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这个content type 等于这个content type 还有一个是这个object ID object ID 我们传入这个参数 object 点它的主件值 好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like conf 这两个参数 好 只需要直接返回这个like conf里面的like 那就可以 保存一下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这个创立 之目 我们表情 我们需要手动重启 啊 重启 没问题 那我们在这个前端模板 一本这里去使用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制定模板 表情 这个要加改进来 load like text 好 我们在这个位置进行使用 这里输入 刚刚定义的这个模板标签这个方法的名称 然后他需要个参数 参数是这个博客 他是获取这个博客被点赞的一个数量 保存一下 我们再回到这个位置 我们刷新 这里我们刚刚点赞过 当然应该是1 对吧 这里是1 好 同样我们外边这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加上这个点赞数量 这个顺数加一下 是在这个博客里边的这个 list 好 在这个位置 设计 然后我们在合适的位置 例如是在这个评论后边 加上这个 点赞数量 我们用够把它扩起来 好 get like cont block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刷新看一下 现在这个点赞数量他都出来了 对吧 好 回到这个位置 那这里我们是已经点赞过了 我们要让这里知道我们先别点赞过 呃 这里最简单的是 是要需要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 detail这页面 这里我们加上那个 active 这个class name 好 但问题是 规定是我 我已经提到过 那这里我们需要动态加 需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有我们才加 没有才我们就不加 呃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 后台处理方法作为一个 编两把创进来 但这个 处理方法 它是在这个博客里边 这个block这个应用 如果我们在那里写会变得 变得复杂 既然这里我们已经加了这个模板标签 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通过这个模板标签 返回我们这个 到底是要加还是不加这个class 对吧 好 那这里我们就加一个这个 新的这个制定模板标签 simple tag get 这是属于是否点赞状态 我就给这个名称 然后我们需要传入一个参数 这是这个object 好 那这里我们就一步步去或许 这个是具体我们要知道的点赞记录 我们获取这个 record 我们把这个应用进来 好 那么我们这个就进行一个 处理 我们筛选一下 把这个条件给它加进来 首先肯定需要这个content tab 对吧 这个content tab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给它获取 还有一个是这个object id 这是这个object的主件值 这里我们还需要一个是user 这个信息 user信息这里没有 我们可以同样的方法给它闯进来 对吧 这种方法是可以 这里我要讲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加一个叫做text context 这个设置为true 这个设置为true 我们这个地方要跟着改 他要加一个context这个参数 加了这个之后 拥有者我们可以获取到 他这个所在模板页面 他所使用的这个相关的模板变量 例如我们这个模板变量 他就有一个user这个信息 对吧 那么这个 可以直接等于context 点这个user 后续得到 之所以有这个user信息 我们前面也有稍稍的提过 在这个setting里面设置 大家可以看到模板里面 他有加了这些东西 之前打开过这个关键 它里面就有个user的信息 或者是可以通过这个request 得到这个user也是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把这个给它取到 好 那么这里他就可以判断它是否是存在 他可以得到一个 判断 如果他是出的话 我们就return 一个空 如果他是forse的话 我们就return一个空 字符上 嗯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user 如果没有登录的时候 它是 呃为难的 或是 不是我们正常这个user对象 那么这里要做一个判断 看看这里有点疏忽 我们先把它给他负个值 等下他这里直接用就行 如果他这个user 判断他是否登录 呃如果他没有登录 我们直接就返回这个 空字符串 好 那这个自定模仿标签 我们就写下了 我们在这个 这个页面进行使用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使用这个模仿标签 传出这个博客这个对象 好 保存一下 看一下效果 呃 刷新 如果限制我 呃 这里写少了一个东西 有个s 好 再刷新一下 那 现在是我登录了 他就是有个点赞这个标志 那再打开一下这个地方 那现在呢 他已经有这个点赞标准 我们再点一下就是取消点赞 对吧 好 我们点下取消点赞了 他现在变成0了 对吧 好 这里我们还没有及时更新 我们刷线下这个一面 发现他在这里变成0了 呃 那这里我们前段页面 我们要继续进行一个往上 呃 这个 卷审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地方 首先进行一个简单判断 if data stative 他是否等于这个成功这个状态 如果成功状态 我们就做一些处理 如果是不成功就失败 失败我们把这个 错误信息 失败这个信息给他显示出来 直接弹窗 这个部分我们后边再进步处理 我们这这个先把这个部分给他实现好 首先这里有两个要处理的 第一个是这个更新 点赞状态 好 第二个需要处理的是这个 更新点赞这个数量 更新点赞这个状态比较好判断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进行判断 如果 我们这个它是为出的时候就说明它是要点赞 我们就给这个 呃 这个span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有这个class 我们通过这个class可以找到这个span标签 我们给这个给他加一个这个 active 这个class name就行 好 那这里 我们首先要获取到这个 这个对应的span标签 我们有这个object 它有一个get enemnt by cast name 获取到它这个值 根据这个cast name 获取到它里面的这个元素 好 我们根据这个cast name 获取到我们那个span标签 哎 这个我们叫做 element 这个元素 嗯 后边我们需要用draquery进行处理 我们先把这个对象 这个元素变成这个draquery的元素 只需要加一个men for 括强就行 好 那么如果是点赞的话 我们对这个元素 进行加一个class 嗯 叫做active 如果是取消点赞 我们对这个元素进行移除 remove class 把这个cast name从这个元素移除掉就行了 好 那第二个更新这个点赞数量 根据点赞数量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这个 cast name所在的这个span标签对吧 好 我们找一下 嗯 用同样这个方法 进行过去 找到这个 like 那 然后这个名称 其实用element没问题 不过最好也改一下 那 好 我们对这个元素设置这个他的文本内容 这个文本内容就是我们刚刚传回来的这个like name 这个信息好保存一下我们这个也消了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重新演示一下 那我们再点一下这个位置 那他现在 变成1 他这个状态也跟着改变了 对吧 我们再点一下他就取消点赞 这个 也可以同样实现 那我们这个对博客进行点赞这个操作我们实现了 我们后边这个我们怎么去处理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刚刚这些东西都设置的比较通用 呃 这个方法 但是同意去调用的 我们只需要给他传入这个对应这个类型跟这个组件 值就可以 呃 而我们那个 可以点的那个位置 实际上我们也写的比较通用 好 好我们copy一下给他记忆演示一下 呃 这个是放到这个 这个位置 先把一些多余的我给他收起来 方便我们看一点 我们是放到这个评论列表里边 好 可以写到这个回复前边 代码稍微说净一下 嗯 这个喜欢这两个字也可以不要了 然后相应的一些地方改想 呃 这个博客实际上可以写的commit 嗯 但这个 不一定正确 可能会打错 那这里最好我们可以 通过那content tab 直接得到那个类型会好一点 呃 这里如果从这个处理方法传入有点麻烦 我还是写成一个模板标签会好一点 好 这里我再定一个 get content tab 好 这里我就需要传入一个这个对象 我们放这个对象是什么类型 那这里我们就有一只一句对吧 呃 那这个 我们 返回 content tab 第一边的这个mode 就可以了 好 保存一下 呃 那这个模板标签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使用 输入这个百分号 好 这里我们就传入一个comment 这个对象 这comment是这里进行传入进来的 那这里同样这个位置 我们得到他那个逐渐值 然后这里是获取这个comment这个 的这个状态 我们这里同样 先替换一下 好 前面那个位置 也要跟着改一下 呃 这里我们就不要熟悉了 好 这个大概是没有问题 同样我们这一段 这一段 也可别下 放到这个回复这里 回复这里 我们 进行每条便利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对应的这些地方 所对应的这个评论这个对象呃 点赞这个对象 我们都一一的给他替换一下 对这个具体这条回复进行处理 好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刷新 那我们 点下这个 他这个也可以点赞 再点下他就取消 这是评论 这条回复 我们点下这个 可以点赞 点下去 取消对吧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 好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一面 发现这个都是正确的 这都是不是问题 这里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把他这个写的很通用 我们只需要把对应的这个 所点赞这个对象替换一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一致 好 我们这这个就大概先讲到这里 我们把这个没有讲完的一些东西稍微讲一下 好 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东西 我们 前后段开发 有个建议 首先是对这个需求进行分析 分析中的第一步 先创建这个最技术的这个模型 好 模型之后下一步吧怎么做 我们先做这个前段这一部分 前任这边做了某一步骤 发现需要后段的 我们将做后段 后段之后再返回前段 这样子来回进行一个处理 最终可以实现一个 把这功能给实现了 好 另外一个 我们这次课会用到的很多东西 像我们这个窗口基本的支持 我们也用到了 Connect Type 这个Adress提交 还有这个这里 我们都直接使用到了 我们这次课大概讲这么些内容 我们下次课再把一些其他东西 给大家讲解一下 另外我们这个代码 我们也上传的这个给他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 剪断的部分写的有点多 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这次课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再把那个 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点赞会登录 他会要弹出一个框 这种情况 给大家讲一讲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